有回答的會後 宣布一下會後要有 好 剛剛沒有回答李貴民委員的書面答覆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邪的政府機關市場官員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如果還有的話 有請黃主任委員 和市局長 市局長 委員好 主委好 局長好 有一個很有創意的 整型業者的廣告 他說整型要動手術 但是傷害會過去 美麗會留下來 你會相信嗎 整型 同樣的道理 我們看到這是疫情 疫情會過去 但什麼會留下來呢 疫情造成了受險跟殘險業者 多家都居家辦公異地 但是呢 他們保險業者說 避免主動拜訪客戶 這是必要的 但是問題來了 往下看 現在呢 我們上次問過 防疫保單 一開始還不是網路投保 後來你們核定的一些疫苗保單 就是網路投保嘛 對不對 所以網路投保呢 你們核准的受險殘險後 金額限定 受益人資格限定 消費者可以直接購買 但是多數的保險呢 還是傳統通路 零櫃辦理啦 業務員拜訪啦 電話行銷啦 保金貸業務啦 或銀行禮專 是透過第三人來仲介 好 往下看 根據網路調查 消費者購買保險的管道 還是依賴保險的通路 是不是這樣 主委是這樣嗎 對 五成是銀行通路了 對 都是傳統通路 來往下看 但是疫情下 業務員的柵欄呢 上次也說過 根據我們保險業務員的管理規則 第15條 必須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清簽 人身保險人要清誤 大概是這樣 殘險要親自簽名 受險要清誤清簽 是不是這樣子 主委 是 那如果說 業務員居家辦公 要如何執行清誤清簽呢 是 報委員 這兩天我們正在跟業者討論 解決清誤清簽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過去就有了 就算是不用跟客戶見面 一般的清簽 殘險的部分呢 他是把契約 紙本的契約寄給要保人 他在簽名後寄回 對不對 如果是受險要 要清誤的部分呢 他通常會對過電話 電銷專員跟要保人說明清楚 確定他的要保 投保意願 還有錄音 然後呢 紙本的合約 7月回去再簽名 那清票專員再通報 這裡面產生那個效率 跟行政成本高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目前在這樣有這樣做嗎 學長有嗎 有 好往下看 但是有一個問題啦 透過紙本文件網管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有爭議 我拿到的是你本人簽名的 你說這個不是 這是我的本人簽名 文件網管能夠確認是本人嗎 我合約寄給你簽名或寄給我 我可以確定是你本人簽的嗎 會有爭議對不對 對 好我們往下看 你用口頭說明不要點頭啦 縱使我們業務員 他用電話錄音 他問邀寶人 都很清楚啊 都說好 但是呢 發生了爭議之後呢 會說 業務員騙我啦 跟當初的不一樣啊 不是我本人啊 透過電話錄音 會不會有爭議 局長 還是有爭議嗎 電話的部分 他有錄音啦 那是不是還是有爭議 他有確認身份 本意的部分 可能還是有些爭議 就是意識表示的部分 對 所以就算是透過電話錄音 你要輕誤 為什麼我們面對面講話 如果說你事後要翻 不認帳困難 但是如果是透過電話的時候呢 要確認是要保人的爭議的話 這為了了解契約內容 業務員確實告知 沒有不當的招攬行為 只有文件往返跟電話錄音 如何確認本人 充分了解合約 且有意投保 這個還是有個疑問 往下看 所以呢 目前啦 保險業現在做了什麼 親戶親戚的推調做法 目前有 林貴有刷臉 有沒有 今年二月上路嘛 刷臉後 我就不用重複簽名了 對不對 另外一個所謂的行動投保 是拿 業務員拿行動裝置這樣平板 給你當面 你寫一個簽名 替代竹葉簽名 對不對 你認為這就是取代 親戶親簽嗎 他只是讓 簽名的事物不要那麼多嘛 這個 這個就是只有那個 還是沒有辦法遠距啦 因為還是業務員他的平板 無法遠距執行嘛 他只能代表竹葉親簽跟重複簽名嘛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往下看 好啦 主委現在請教你了 數位時代數位解決 如果我們要提高 投保核保的效率 要降低身份驗證的風險 要減少消費爭議 要因應嚴峻的疫情 我們 保險交易 有沒有可能網路化 就是透過原來透過業務員 招攬的 保險的交易 有沒有可能網路化 主委 你懂有沒有可能 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 就網路上的投保 是在朝這個方向 沒有 這個通保是一回事 網路通保必須 產品是你們核定的 他是 消費者直接購買 但是 過去透過業務員操覽 必須跟他說明的複雜的產品 有沒有考慮可以用網路 交易科網路化 正在朝向這個努力嗎 我們正在跟業者討論這個部分 那底下我請你參考一下 來 其實 就是投保跟核保要同步在網路執行 他大概有幾個關鍵 首先第一步 投保 投保網路化可以在家買保險 這個不難 接下來 核保的部分要確認本人 我們有講過多元的身份認證 要確認是本意 線上同步集合 我待會講 怎麼樣做線上同步集合 至於後面的全面電子化電子保單 還是區塊鏈理賠 我上次也提過 好現在來了 什麼叫做線上同步集合 現在業者提出說 除了由業務員出示證件 電子授權 投保合約 各自保護的聲明書 然後呢 保險人他提供的資料證件 多元認證 電子簽名 三方試訊通話 哪三方 第三方就是核保專員 集合專員 透過第三方的介入 確認是本人 確認是本意 然後呢 他可以保留審計的軌跡 事後可以集合 保存容易不能竄改 可以存證 同時呢 三方可以同步進行 有即時性 你認為如果做到這樣子 我們的網路交易 保險交易網路的話 主委你認為可不可行 如果加上這個機制 我想委員講得非常周到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好 那既然是如此呢 我要進入最後的結論了 在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往前一夜跳一下 這些東西都是由藥保人提供的 因此這些東西到底 除了在三方視訊通話當中 可以提供證明之外 接下來下一頁 這些個資啊 授權給我們網路交易界面使用 會有傳輸 會有儲存 會有管理 還有取得的問題 我們當然相信保險公司 會用來做他保險上的需求 但是要防範不但的去取用 請問一下主委 請問一下主委 你認為未來如果真的我們的保險交易網路化 這些的個資要如何去保護 我們現在就有 但是未來如果更數位化 可能這個規範要更強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傳統通路的保險交易要網路化 網路投保相對簡單 他要做到全面網路化 零接觸沒有困難 你們現在已經有定錯的辦法 什麼樣的產品可以做網路投保 但是傳統通路呢 他賣的產品比較複雜 需要業務員解說 過去需要業務員親勿確認意願 透過業務員投保 也能夠導到 投保和保的全面網路化 那怎麼做呢 我們往下看 其實上次我訴求說 對於網路投保呢 主委你有承諾嗎 對 可以就網路投保的保險的選總 提供你們的審查基準跟開放清單 對不對 你同意了嘛 是不是 同時我要求說 用數位科技取代輕物輕籤 你們要訂定完善的作為公安保障個資 你也同意了嘛 是 好 現在呢我針對網路 我們的保險交易要網路化 針對傳統通路 你們可不可以用負面表例的方式提出 不適合使用網路交易的保險產品 可以 負面表例喔 對 那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你要多久 大概多久 這個我們可能要跟公會細部的討論啦 所以 包括那個整個網路交易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 半年內可以嗎 三個月可以嗎 多久 我很寬限的喔 我不會說三天兩天 給我們半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 主委你覺得可以嗎 我們召委員的 好 半年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業者提出他們希望把保險交易能夠網路化 但是站在金管位立場 不適合網路交易的保險產品 你們要負面表例 對不對 不適合的 負面表列之外 其他的就是業者他可以提出 負面表列以外的清單 他可以試著去做網路交易 是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同意委員的想法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呢 那最後針對這一個 保險交易網路化 負面表列清單以外的事情 傳統通路的保險交易要網路化 要制定作業規範提供法源依據 以落實個資保護 同樣的道理 除了網路投保之外 未來傳統通路保險交易要網路化 也需要訂好完妥善的個資保護 主委 這個是不是你們同步會進行 是 我們會照委員的指示去努力 也是半年內提出來 是 跟著這個負面表列的清單同時提出 是 是 好 非常謝謝主委 也非常謝謝局長 謝謝超委 好 謝謝